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集会和大家分享做这个姜汁连糕 远落得来,不会黏掉假牙 还会和大家说,做出来的连糕外围 不会有白边或粒突不平的现象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 按旁边的小铃铛,当有新片推出,就会通知大家 详细材料份量,按在标题中,就有列明了 姜种类有很多 我们做姜汁连糕,最好是用小黄姜,或者是老姜 姜味比较浓 平时在街市看到大大的肉姜,香味比较淡 用来做姜汁连糕就不太适合了 喜欢姜汁味道重点,新辣点的网友 你们可以选老姜来做 但老姜的纤维比较多 可以拿出来做连糕的汁液就比较少 今天炸姜汁会连上姜皮 首先用牙刷,刷干净姜皮 然后将姜切成小小粒 姜的份量,我用了250克 增成片糖,我用了275克 它的借味比较香 你们可以在杂货店买 买的时候,尽量避免买的已经封好包装 因为那种借味不太香 但如果一袋袋,就用一条杖筋摘住的 味道是可以的 高速搅拌机里面,放入水100毫升 然后将切好的姜粒 逐少放入高速机里面搅拌 直到搅拌成这个姜蓉 如果没有高速搅拌机的话 你们可以用一支棒状的handheld mixer 或者用最原始的方法 就是用姜磨,磨成姜蓉 姜蓉磨好后,倒入蟑螂袋 将姜汁炸出来 然后换一下姜汁的重量 如果用老姜 由于纤维比较多 所以得出来的姜汁就会比较少 今天所得出来的姜汁有254毫升 但我们需要320毫升的液体量 不够的数量,我们要加水 直至320毫升 接下来的步骤 我们要顺序做 首先在膠盘里面 我们买一层油 方便将年糕脱模 盘里面加入330克的糯米粉 55克的凳面 和花生油4汤匙 如果家里没有花生油的话 可以用你们平时煮食的油代替 但不要加橄榄油 因为油味比较重 它和年糕的味道不够 在锅里面加入1 3分之1的姜汁 进去切好的增成借糖 用小火将借糖煮溶 但我们不需要煮滚 借糖溶解后 加入鱼下的姜汁 继续用小火加热 为何我们不一开始 加入所有的姜汁 进去煮溶这个糖呢 因为姜汁里面 含有姜辣酥 而姜辣酥 会随着温度加热之后 姜的味道会变淡 和没那么辣 没那么香 所以我们煮糖的时候 加入1 3分之1 就万无一失 不会太辣之余 还有姜的香味 糖水我们用小火加热到大约80度 再加入115克的椰浆 然后关火 然后我们继续搅拌 我们要搅拌到中温 至60至65度之间 摸下去是热 但它不会太辣 就像你们平时喝茶 喝下去是热 但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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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 用掌舌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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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舌 无根性的粉类 我们必须要透过加入暖的液体 才会有烟硬的口感 你们见到日本人做年糕 他们都是糯米蒸熟后 很热的时候 就立即中糯米 才会有烟硬的口感 有些网友会问 为何我用冻水拆粉 或者搅拌它 就会有烟硬的口感 由于面团里面的水分 经过你这么长时间搅油 而揮发了 所以令大家误解 用冻水拆这个糯米粉 拆得越久就越烟硬 我们逐少加入糖水 直到拆到它是一个有光泽 和有黏性的粉团 这个时候粉团 大约搅拆了6分钟左右 摸上手 粉团仍然是暖的 糯米粉团搅到这样的状态 我们就可以加入 鱼下的糖水 把它继续搅拌 大约3至4分钟 才可以将糖水和面糊完全混合 蒸出来的链膏才会滑 最后我们就搅拌成一个有光泽 和有少少流动性的面糊状 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将面糊过篩一次 均匀搅拌好的面糊 是没什么杂质的 我们就将盖子旁边的面糊抹走它 和盖子要躺两下 躺出空气 面糊倒入八成半 因为当加热时 面糊会升高和膨胀 最后盖上石纸 盖石纸盖三边 要预留一边给它疏气 蒸出来的年糕 就不会有一条白边 注意面糊倒入後就要立即蒸 因為面糊會沉澱 省家的我今天會用凳鐘來做這個鏈膏 蒸架上我們再放一個蒸籠 如果沒有蒸籠的話 就可以用密的燒機來代替 用鍋蒸膏的網友就要用中火蒸 放入這個高身蒸架之後 再放上鏡頭所見這一類型的蒸架 隔一隔熱力 原因是用直火蒸膏 熱力是由下向上 當溫度太高的時候 面糊就會向上沖 蒸出來的蓮膏就會凹凸不平 用鍋或燉鐘蒸蓮蓮膏 需要的時間大概是1小時15分鐘 用蒸爐的話也是100度蒸1小時15分鐘 蒸好後立即揭起石紙 以防倒汗水 然後用竹籤插進去 如果底膏是熟的 拿出來的竹籤是不會有透明的粉漿 相反如果有透明的粉漿 立即放進去再蒸15分鐘 用蒸爐蒸出來的膏 表面是平滑很多 因為蒸爐的蒸氣是由兩邊 放涼了之後 放入雪櫃雪硬 昨天測試底膏熟味 因為中間刺進去的孔還在 所以如果你們是刺高熟味 盡量在旁邊刺 但因為我要給大家看 所以我會刺中間 這個失敗 因為那個盒子 原來是凹凸了 幸好用蒸爐蒸底 就沒事 因為那個是不鏽鋼盒 切膏最重要的是刀 要抹油 煎年糕 最好用這些易結鑊去煎 不論你是用不鏽鋼盒 或是滴膠的鑊 薄薄掃一層油 鑊裡面也是滑一層油 連糕的一面 我都會滑一層油 然後我們就先把鑊熱 然後我們就把 塗了油的面連糕向上 用小火 我們開始煎 當你看到連糕的邊邊 是有點泡泡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它反轉 如是這 你重複做三至四次這個步驟 邊邊都是這樣 拉一拉 直到和旁邊的連糕 連糕都不會黏著 那就非常好 大功告成 外趣來遠 我是小廚房 煮大餐 祝大家步步高升 我們下集再見